是大度台地西側的中段篇园 所在的位置其實是 因為這個植物開始擋住了 要不然從這裡看出去 會是一條非常平直的斷層 這條叫清水斷層 那個聚落 內埔那個聚落 那一代原來叫做囤納卡 囤納卡出了一個台灣考古界的大名人 就是劉畢雄先生 劉先生是囤納卡的 他後來在1964年 去考古從這個親屬研究 然後去做親屬數學 所以從此離去不會 所以台灣就少一個考古架 那不然他們班上 台大當時歷史系的同班有兩個考古架 一個就是宋文軒 一個是劉畢軒 他們兩個是歷史系 但是在考古的那學系修課 那因為他們進學的時候 還沒有考古的那學系 都在一些事是1949年才創立 所以後來兩個都跟李季 都跟李季先生上課 兩個都是我的老師 宋文軒先生因為到我練習的時候 劉畢軒先生就已經不錯考古 所以他就 我就當然就沒找他 所以呢 我是宋先生的導生 所以沒有人敢去指導我 所以 我也沒有辦法寫 別人知道教師 所以只好 輕鬆先指導 這個位置比較特別就是 大家的前面看到的就是 清水溶起的音樂 清水溶起的音樂 這個微微的高齊 微微的高齊 我們現在看這邊 那邊那個應該是除霉的那個 還是什麼體育館之類的 那個半圓形的 那個東西的後面 你會看到沙丘所形成的這個 植物的景觀 那個基本上 是在這個區域呢 對農業工作非常有利的一個條件 那這樣的東西呢 其實 從我們現在看到的下去的 清水陣仗就有了 一路出去 一路都有 所以到了1904年 台灣保足計畫的地圖的時候 它的相對位置 我不曉得大家看得見 看不見那個 那個 海岸的那條高架公路 有沒有看到一條海岸高架公路 大家仔細看那個球的前面 比我們比較近 有沒有高架 有沒有 那個地方就是1904年 保足計的海岸 保足所畫的海岸 當然不是一條 像現在的高架道路那麼直 還是有凹凸啦 那個時候的海水 不是海水 那個大甲溪的溪水 大概就是在我的這個 右前方這一帶啊 就是高架的那個海水一場的附近 就是大甲溪溪口的南岸 那溪口北的北走 會跟大安溪形成一個 複合的這個沖積算 所以就連在一起 兩個就在等 連在一起 可是因為他們呢 不會很大的原因 就是因為 從鐵山山一路下來 鐵山山省農會的農場 一路下來到大陸台地 然後往南走 所以呢 這些地形呢 駐隔了這幾條溪流 往外形成大的河口沖積算 那台南的曾文溪就不一樣 大家知道曾文溪的沖積算的頂點 是在現在的整個大內 台南的大內 然後佐水溪的沖積算的頂點 是在南投縣跟雲林縣交界的出口 那都比較長大的一個沖積算 那台中就很不一樣 台中這三條溪流 大安 大甲跟大渡呢 就很不一樣 跟南部的這兩條大溪 長得不一樣 那就因為這樣 所以我們現在在的這個位置 就很特別 我們知道大多台地啊 就我們的背後 請大家看我們的背後 我們的背後就是大多台地 大多台地呢 植物像原本非常的茂密 就像我們現在看到的那個樣子 有沒有 有竹子 有沒有看到竹子 房屋的左左邊有竹子 有沒有竹子才會這樣彎嘛 對不對 有竹子 竹子旁邊那裡 這個其實 是大多台地的 像這一代的大多台地的標準植物像 標準的植物像 那為什麼我會這樣講呢 大家讀歷史的朋友就會知道 彰化縣誌 特別寫到大多台地的變化 而寫彰化縣誌的時代 他就說啊 大多台地這幾年 因為樹農夫採 這個因為家庭的需要 所以呢就去房屋 然後橋採之風很盛 所以讓大多台地就逐漸的變 植物變熟 這樣大多台地這種台地呢 植物要少很快 但是要長回去很難 那假如我們再把時間往前推 推到大家非常熟悉的一個人 叫做玉永和 大家知道玉永和嗎 清朝初年 他走過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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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在哪裡呢 住在下面 就住在現在下面 我們的正下班 等一下我們要去的清水中社的椅子 那個就是牛馬圖社 那個就是牛馬圖社 他住在牛馬圖社 對不起我講錯了 那個就是牛馬社 他住在牛馬社裡面 然後呢他就 因為在這個地方剛好天氣變化 大概 聽他的描述應該是東北季風浪 所以雲層很厚 所以他就 不知道要怎麼辦 然後他就 就來爬山 就是爬這裡 就是凹峰山這裡 他爬上去後 他覺得走不上去 因為植物太密 密到沒有辦法走路 就沒有辦法走路了 然後那個牛馬社的人 告訴他說 這山上有很長的蛇 有很大的動物 那你不要來 不要再走好了 而且山的後面 除了這些大洞以外 還有很兇的班人 那很兇的班人就是 各位 就是現在 台中張家的祖先的一部分 台中市張家 台中市張家 你們知道嗎 台中市張家最有名的人 應該是張啟仲 張啟仲 當過台中市議長 他就是豐源 張振萬家族的後代 可是張振萬家族 是娶了好多個 巴塞的太太 巴塞海族的太太 所以我說 我沒有追她 也許有追她 就知道她有沒有血統 反正 就這樣 巴塞海族當時是生犯 這邊是熟 然後我們再往前進 所以到1648年 1648年 就不是清朝 不是大傑帝國 1648年 就是荷蘭 就是荷蘭已經在南部 很協定的時代 然後 荷蘭已經跟大陸王 有一定的協定的時代 統治者 這個 噶馬哈 跟噶馬哈的家族 已經有一定的協定的時代 一個蘇格蘭人 David Wright 他走過這裡 就從下面的牛馬聚落走過 然後他一路當然就從彰化 現在的彰化市的一帶 這樣的渡河 那渡口呢 我猜就是一樣 跟那個 用河一樣 從彰化北邊的柴坑紫色 然後渡過大渡溪 跟這個烏溪 就是烏溪跟這個法子溪和大理溪 會合以後那個比較狹窄的河段 從那個地方過來 那個地方後來也是 大家很熟悉的一個小地名 叫做渡船 叫做渡船頭的一個小地名 叫做渡船頭 那個地方是一個大考古遺址 叫淫舖遺址 淫舖遺址旁邊的聚落有兩個 一個就是淫舖遺址 一個就是船子頭聚落 所以後來我又發現另外一個遺址 叫船子頭遺址 然後最後確認這兩個遺址是合在一起 那我們等一下會經過 這裡的墓葬發掘才確認牛馬頭文化的墓葬長長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才能夠在惠來遺址的發掘裡面 讀出牛馬頭文化的墓葬 我在惠來挖到好幾座牛馬頭文化的墓葬 它是歷時雷起來的墓葬 這很有趣的 這我們往下做 就做到最後拉到這個城衛來 那你看我們用FRP把它扒下來的時候做的樣子 所以算是當時花了很大的力氣 那我們是不是把門打開到我們出去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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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